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就点赞、收藏和分享 林作妈妈也接受星岛的访问 回应了她的儿子的一些东西 话说林作有晚这个鑽石山 荷里汇广场事件抽税抽出磨 就被这个公司炒友了 林作本人虽然出来承认了 有这件事之后就没有再作出回应或比较忙 反而她妈妈就有话说 说约了明晚跟她吃饭 林作也表示过她自己不后悔所说的 亦都模糊了一身轻 可以喜欢做什么做什么 不用有负担 还说可以四处出来挑机 她慢慢接受访问时 都说管不了她口说什么 如果东家不统统统统统统 其实她有点不满意公司的作风 亦都暗地里说如果她的儿子不是犯法 其他事情她都猜不到这么多 也是的 她妈妈这么不喜欢预美 她都没有听她说或者劝告 继续有她自己的作风 而之前跟林作做事 两位保险界的KOL 亦都作出回应 她不会跳槽 大家会安心 买她的保单 她依然是会跟进的 其实林作妈妈 我都挺佩服她的 因为我不得不佩服她 一个女人大大一个儿子 还要常常包庇她 补获 又有什么事 叫过妈妈出来撑说话 说她的儿子去哪里做事都好 她是一个发光发亮的人 所以都会树大招风 这样的意思 说她的儿子去哪里做事都好 她是一个发光发亮的人 所以都会树大招风 这样的意思 也都说她二世做 不做都可以 收拾都可以 那你说她的妈妈 是不是很厉害 亦都不忘赞上 她的儿子读很多书 不休 没工作 或者没人请的意思 其实呢 如果林作没了她的妈妈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还有没有人撑腰呢 还有没有那么多关系呢 人家没来那么丰厚呢 还可不可以这么大声说话 住这么大家屋呢 算了 我报导住这么多先 突然间我头有很多黑人 轮好蛋出来了 别忘了 如果喜欢 就订阅、订阅、订阅、分享